为了庆祝建国一百年 这个Discovery频道跟新闻局共同制作了台湾无比精彩特辑 今天要带您到总统府 来看看这个总统他办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还有国旗又是什么样子呢 一块看看 台湾总统府前的宪兵你可能看过 但总统府里的名堂你可能没仔细看过 每天清晨六点 总统府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就是神奇典礼 路上有着急上课的学生 赶着到公司的上班族 当然我们台湾的国家元首也不例外 要在总统府开始办公 在总统府里也有人要像总管一样 负责盯好府内大小事 不过他在总统府叫秘书长 如果要知道总统在不在 那就得看头上那蓝色的灯亮还是不亮 黄登是代表副总统 红登是秘书长 另外各代表另外两位副秘书长 所以这样也是方便说府内的幕僚啊 或是一些主管 他能够了解说目前长官他是不是在府内 那有时候讨论事情 或是要咨询一些意见的话 比较好做一些判断 重要的文件不只要经过总统同意 还要国喜加印 这国喜有两块 刻有中华民国之喜的绿色国喜 专门用在领事证书跟国书上 勋章证书跟褒奖匾额呢 就用刻有荣典之喜的白色国喜 国事天下事 不只总统忙 总统府也很忙 不只服务总统 也要开放给民众参观 下次找个时间来逛逛 看看国家总统办公的地方 记者综合报道